提到李建成这个人,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尤其看过《隋唐演义》之类文学作品的朋友 应该对其了解深刻 他唐高祖李渊的嫡长子 曾帮助父亲李渊骑兵称帝建立唐朝 立下汉马功劳 公元618年,李渊登基之后 立马立李建为太子 立李世民为秦王 但问题来了,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而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李世民的战功越来越大 随着李世民的军功越来越大 李建成开始嫉妒 两人开始发生矛盾 这种矛盾甚至都不是两个当事人来决定的 而是在麾下,都有大量的部下 一直到5的9年,玄武门事变爆发 李世民提前设下埋伏 一箭设死了太子李建成 士兵听到李建成和李元吉阵亡消息 纷纷逃窜 唯独李建成手下三名勇将为了给太子报仇 连杀李世民两名大将 甚至差点活捉李世民 那么,这三名大将到底是谁 杀了李世民两名大将后 结果如何了 详情内容